即是順不順利呀 有沒有特別的 很順利呀 就是排底那時 就是排你的關 那裏就很多人排了半個小時 然後就沒事了 很快樂 然後就很暢順了 很暢順了 是呀 那看那些檢測呀 看不需要那些證明呀 什麼都不用 接過就可以了 但是就是要你那個 國道利子關 即是利子關 它要掃那個碼 嗯 要掃那個碼 要填那些資料 填那些申請條 嗯 黑碼就是黑碼 是 那接著來到香港那邊就不用了 就很暢順了 來到香港那邊不用 什麼都不用 嗯 那你是不是知道 你是剛剛知道了 它開始不用隔離了 通關 那你就提早回去呢 我們昨天知道的 我們昨天 因為前幾天 我的朋友是1號 他才過香港 他才回到香港 他跟我說的 什麼都不用的 對 我才知道 又不用接客宣 又不用什麼 是 又不用申請 是呀 哦 它就是啊 那為什麼你不會說 譬如8號通關了 就是所有都不用了 你才來的 我這幾天 我有時間嘛 那幾天他沒有時間嘛 嗯嗯嗯嗯 明白 對你來說 有沒有什麼影響 但是怕不怕 擔不擔心 現在知道有一個預約的配額 他就 擔心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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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啊 擔心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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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預約 預約不到 就方便了 之後你有需要再回來香港的話 其實現在他的政策 你覺得 你覺得 你怎麼看 就是現在一改 它就通關之後 你下次回來香港的時候 就什麼都配額 什麼配額都不用申請了 嗯 這樣就好了 應該是 我之前之外 它應該 越來越鬆